是,是,倪家小三叫了一句 快速往公司跑去 而倪家老二就对村长说了一通话 旁边的吴小辉一听自然明白了 于是说道 我去纪委书家拿一个箩筐来 纪委书是住在离现场最近的一个村民 只有500米 不到10分钟 倪家小三就背着一个东西 气喘吁吁地地下来了 一边还叫道 太累了 有上百斤重吧 还跑了那么远 辛苦了 倪家老大帮他从背上放了下来 对他笑了笑 旁边的村民看见这个身穿紧身牛仔裤 和白色短袖衣服的外国女郎 居然背着这么重的东西 还能见不如飞 都在心里由衷地佩服 村里人是搞不清倪家小三 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都围在旁边 紧张又好奇地盯着他们 只见倪家三姐妹快速地把箩筐用扯骨绳子绑在了那个发动机的下面 因为担心绳子承受力有限 刘天生还特意提醒了一下 所以他们绑了四道 看上去就非常的结实 什么 这东西居然会飞 当看见倪家小三按了一下 手中一个遥控器样的东西 那发动机居然飞了起来时 村民都一脸震惊 而且在发动机的下面还有一道强光 能把下面都照亮了 眼尖的人甚至已经看见下面 正在张望的吴凡了 吴凡听见隐约的轰鸣声 又看见有光柱照下来 心里还在想到 这是警方派了小型直升机下来了吗 当看见箩筐落地 上面竟然只是一个 看上去孤孤单单的发动机时 吴凡都一脸惊讶 就这么个东西就能飞起来 这应该是新猫国的 三个精英战士的杰作吧 脑子真好使呀 吴凡也来不及多想 赶紧把小雪放进了箩筐 怎么回事 就在吴凡要挥手示意 上面操控发动机升上去时 那发动机竟然自己主动就往上飞了 吴凡连连稀奇 这太厉害了 简直比人还聪明呀 上来了 是小雪 怎么晕过去了 当看见是小雪第一个被晕上来时 大家又惊又喜 然后马上七手八脚地把了放了下来 紧接着 在十来分钟的过程中 36个修路工人都被 尼加小三操控的发动机给晕了 上来 无一例外 都是一身淤泥 而且昏迷不醒 有村民脱下了自己的衣服 一直在给他们擦脸上的淤泥 特别是清理眼 口和鼻中的异物 吴凡上来了 吴凡上来了 当看见唯一一个还清醒 并且朝大家招手的吴凡上来时 大家忍不住欢呼起来了 吴凡 当吴凡从箩筐上下来时 激动地眼含热泪的饭水冰 紧紧地抱住了他 你难道 我还以为为你会出事呢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吴凡轻轻地把他推开了 笑道 你看我这一身泥的 把你的衣服搞脏了 没事 只要你没事 把我搞得多脏都没事 饭水冰柔情似水地看着他说道 不过吴凡可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对大家说道 你们看着一下他们 我要回去报一些解毒的药给他们喝 好 好 你去吧 刘天生挥了挥手 不过 在吴凡走了一步后 刘天生又问道 吴凡 下面情况怎么样 我已经报警了 要不要通知他们不要来了 对 通知他们不要来了 人已经救出来了 不要麻烦他们 这里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 吴凡说完 就冲了上去 你家姐妹 你们这是什么东西啊 太神奇了 此时此刻 刘天生见大家都就上来了 而且 吴凡的意思是 他们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心情好了很多 看着你家小三问道 这个吗 你家小三有些得意地说道 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发动机 但是已经被我们改装过了 以后就是 无人驾驶飞行器的核心部件了 可以直接起飞 而且只能起降 说太深奥了 你们也听不懂吧 反正 你们知道 这是高科技的东西就成了 我们上午才初步安装好呢 吴凡他们真是太幸运了 刚好用得上 不然怎么下去救人呀 厉害 厉害 及时雨呀 刘天生 由衷地对他们三个 捡起了大拇指 一般一般 只是天意如此 是吴凡救了我们 我们也救他一次呀 你家小三摆了白手 难得的谦虚了一次 吴凡刚回到家里 手机就响了 他掏出来看 手机上都是泥浆 还好 还能接通 质量不错呀 抹了一下泥浆 露出了接听键后 他赶紧问道 刘姐 有事吗 听说你们的修路工人出事了 我和消防刚到了下面路口 你们村长通知说人就出来了 不用我们再上来了 对吗 杨如柳关切地问道 对 对 人都已经就上来了 就不再耽搁你们和消防的时间了 都回去吧 谢谢啊 好 那我让他们回去了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我上来看一看你们 杨如柳的语气里透露出 对吴凡浓浓的关切之情 行呀 你上来吧 有那么多天没有陪爷爷了呢 对了 刘姐呀 消防他们有救援省吧 能不能帮我要一条过来 那山洞深有百米 我还要下去探一个究竟 好 没问题 我会带上来的 那行 我去采药了 山洞里有毒气 工人都晕过去了 要马上抢救 上来再聊 行 行 你赶紧去忙吧 再见 杨如柳马上把电话挂掉了 救人如救火 这一点他还是懂的 好在吴凡平时有时间 都会去采好一些草药放在后院 而且他知道 山洞里面是因为常年不通风 而又有一些腐烂动植物才产生的毒气 相对好制一点 在不到十分钟 吴凡就已经熬好了一大锅的药汤 之后 他用一袋木桶 挑着那些药水 剑步如飞地朝事故现场冲去 来了 来了 现场那些望眼欲穿的人看见吴凡时 都兴奋地叫了起来 吴凡把桶放下来 然后就赶紧说道 你们大家都帮忙 把他们嘴里的泥搞干净后 给每个人灌一碗药水进去 他刚才来时 在桶的旁边挂了一个袋子 里面装着有四十个碗 那些村民马上行动起来 拿着碗给修路的工人喂药水 而吴凡在你家小三的帮助下 把小雪搂在怀里 小心翼翼地把碗里的药水 喂进了他的嘴里 这个时候 大家都不再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些人 在等着他们醒过来 只是一分钟过去了 这些人还没有醒过来 两分钟 五分钟过去了 依然没有人醒来 甚至已经过了十分钟时 还是没有一个人醒过来 会不会没有效果呀 刘天生脸上的皱纹 都挤成了一个穿字 焦虑不安地看着吴凡问道 他心里是真的急呀 如果吴凡都救不活这些人 这些人可能真的要见阎王了 别急 别急 吴凡给小雪把了一会脉后说道 以我的估计 药水还要几分钟才能起作用 再等等吧 有了吴凡这一句话 大家也就稍微放下心来了 果然 又过了三分钟 小雪首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小雪 小雪 你醒了 吴凡一脸喜悦地说道 小吴哥 你没事吗 小雪扫视了一眼四周 秀眉微皱地说道 怎么回事 我刚下到洞里面就晕倒了 按说我可是在山洞生活了二十年 最适应山洞的呀 小雪呀 这个山洞里面空气不流通 常年累月地积累了一些有毒气体 和我们待过的那个山洞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没事了 你赶紧回去洗澡换衣服吧 吴凡解释了一番 不 你跟我一起回去 小雪竟然有些撒娇般地摇着吴凡的手说道 我还要等他们醒过来呢 你和冰冰一起回去吧 冰冰的衣服也要换 吴凡像是对小妹妹一样 柔声细语地说道 我要等一下 一定要工人都醒过来才能回去 饭水冰止了一下 躺在地下的工人 还好就在这时 那些工人也一个接一个地醒了过来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都没事 之前唯一那个没有掉下去的工人 看见同事醒了 兴奋地搂着他们大叫道 我还以为死定了呢 没想到又活过来了 是谁救了我们呀 那些工人坐起来后 一脸疑惑地问道 那当然只有吴凡 他这个神医可不是吹的 要喝下去 你们就解毒了 哦 还有小雪 不顾一切的下洞去救你 还有全体村民 都在努力地想尽一切办法救你们 报信的工人非常感激地 指了一下围着的村民说道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些工人赶紧站了起来 朝大家鞠躬 别客气 你们是为了帮我们修路才出事的 我们当然应该帮助你们 你们身上都是泥浆 赶紧回去洗澡吧 下午就休息一下 刘天生说道 是 是 那我们就上去了 说完 饭水兵就带着那些工人上去了 小雪等人也跟着一起上去 现在怎么办 刘天生看着眼前的这个洞口 有些担心地问道 吴凡 这路还能不能修下去呀 放心吧 肯定能修 我让刘姐带了消防用救援绳上来 那绳子质量好 承受力强 不会再断了 我就再下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然后再决定是把它填了 还是让水泥路改道 别急 吴凡 吴凡淡定地说道 刘天生以前是很有主见的 可是自从吴凡有了神秘的力量之后 他却总是什么事都要看吴凡是怎么想的 听了吴凡的话 他算是松了一口气 过了大约四十多分钟 大部分的村民都回家去了 他们还要准备去药材基地做事呢 只剩下吴凡和刘天生 以及几个年纪大的人在那里 一边看着山洞 一边在议论着 就在这时 杨如柳气喘吁吁地走了上来 他的肩膀上背着一圈绳子 手里还提着一个强光手电 刘姐 你来了 辛苦了 吴凡见状 赶紧上前从他的肩膀上 把绳子接了过来 真乖 知道姐累了 杨如柳开心地笑道 来 这个强光手电也是消防给的 探山洞是最好的了 谢谢 谢谢 吴凡拿着这两件东西 如获至宝 在手上摆弄着 你 你身上怎么那么多泥巴 是摔跤了吗 杨如柳看着吴凡关切地问道 不就是下洞时绳子断了 所以摔下去了吴凡 顺势 把工人掉下去的情况都简单地说了一遍 你们真是幸运 特别是那些工人 真是命大呀 杨如柳听了之后 倒吸了一口冷气 吴凡说完就把消防绳的一头捆在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上 然后把配套的升降装置寄好 笑着对杨如柳说道 柳姐 你回去陪爷爷聊聊天 我下去探个究竟 好 你要注意安全呀 杨如柳听主道 吴凡下到洞底后 自然是要查看这个山洞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了强光手电 看得就更加清楚了 他仔细地看了看 这个山洞也是石头洞 面积也是挺大的 除了中间可能是上面一直滴水 成了一个泥潭样的湖 其他的地方都是比较干燥 吴凡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那个泥潭 心里有些泛疑 为什么在黑色的泥浆上面有新鲜的泥土 而且在泥土里面 还有一些类似木头的东西 难道 难道这个山洞早就被人发现了 当时为了安全 所以用木头架在上面 然后再在木头的上面铺上了泥巴 时间太久了 木头因为上面渗水的原因 慢慢地腐朽 已经承受不了 上面泥土的重量 加上挖掘机的震动 和上面突然站了几十个人 就突然塌陷了 吴凡反复地推敲 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 那就是山洞早就有了 洞口被人围得遮掩了 一会 吴凡都忍不住发出了一声惊叫 因为他看见在这个山洞的左侧 居然还有一个洞口 于是 吴凡本能地就沿着山洞 一直往里面走 太奇怪了 吴凡一路走过去 一边在想着 这也太神奇了一点 只见这个洞里面 大部分都是石头的 里面很宽敞 各式各样的石笋都有 看上去就像是经过了金雕细琢一般 特别得精美 而且石笋都是非常完整的 显然是 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更加不可能有人破坏 这里可以开发成一个景点 吴凡本能地想到 大约走了一下小时 沿途都是美到极致的钟乳石 吴凡感慨大自然的神奇 尽情地欣赏 都忘记了走了多远了 他心里就一直在想到 没有想到桃源村还有这么漂亮的山洞 这要开发出来 一定能吸引不少游客 对桃源村以后的乡村旅游 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这是怎么回事 居然还有一道门一样的 粗略估计走了有十公里之后 吴凡看着眼前 非常震惊地说道 因为他发现 这里可能是山洞的终点 有一个大厅 四周都是石笋石壁 但是中间有一个空瓶 上面居然还放着碗筷等 生活用品 明显就是有人在里面生活过的痕迹 我的天呀 居然有人在这地下煽动生活 吴凡又观察了一番后 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推断 因为还发现有简易的灶头 灶头里面还有残存的木炭 当然最让吴凡震惊的 还是到了这里 似乎就是山洞的终点了 四周都是石壁 但在最前面 却有一道很像是石门一样的东西 这个门高约五尺 宽约两尺 应该是刚够一个人进出的样子 难道那边还有山洞 通过这个门来连通 吴凡紧贴这石门 然后用手敲了敲 让他心中大喜的事 果然传来了里面似乎是空的那种响声 和旁边完全是石头的声音 明显不同 只是这道门只有一个门架 没有门板呀 怎么回事 吴凡用力地拍了一下上面的石板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那些石板竞数脱落 然后露出了一堵泥巴墙 天呀 到了这里就分界了 居然有了泥沙 吴凡特别好奇 既然有一道门 这泥巴墙的后面或许还有天地 于是他双手猛地拍打在了那泥巴墙的上面 那些泥巴竟然猛地飞射出去 虽然泥巴墙很厚 但是还是经不起 吴凡暴力的一击 然后一个洞口就呈现在了吴凡的面前 果然是别有洞天呀 吴凡又惊又喜 赶紧从洞口穿了过去 他想过了 或许是以前在山洞住的人 就知道还有山洞 是出于什么原因 把两个洞连通的地方封了起来呢 怎么回事 刚过去没有多久 吴凡就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也是一个山洞 怎么似曾相识呀 他赶紧用强光手电四下照射 然后快速地移来移去 我的天呀 这不是我掉下来的那个山洞吗 他这里走走 那里瞧瞧 和小雪及凤仪 在一起的生活点点滴滴都浮现在了脑海里 紧接着 他压抑自己的情绪 继续打着强光手电 把山洞再检查了一遍 他来到了那一片神秘的洞中树林 那一次 小雪带着自己在这里采收到米一样的东西来煮饭吃 还用小飞刀射兔子 一幕幕都呈现在眼前 上一次 吴凡就非常好奇 在这黑暗的山洞中 怎么还会有树林 有其他植物呢 它们不需要光合作用吗 又沿着山洞转了一圈 特别到树林里看了看 都没有发现有阳光可以进来 这一点 吴凡一直搞不太清楚 这兔子等动物 还有那些可以填肚子的植物 到底是怎么来的 又怎么能一直繁衍下去呢 既然搞不清楚 也就不去管它了 吴凡在曾经和小雪躺过的床上 休息了一会 脑子里都是曾经在这里三个月生活的记忆 在大约十分钟后 它才回过神来 担心上面的刘天生等人等得太久了 于是决定回去 它心里想过了 哪天再带着小雪故地重游一次 这里的出口上 一次被自己封住了 以乌凡现在的功夫 要上去并且推开洞口一点都不难 毕竟还是有可以借力踩脚的地方 它可以轻松地上去 但是考虑到还是怕别人掉下来 所以这个洞口就不动它了 还是原路返回吧 上面 刘天生和杨汝柳急得 像是热窝上的蚂蚁 怎么办 怎么办 杨汝柳又看了一眼手表 擦了一下额头上的细汗 急切地说道 吴凡下去 都快两个小时了 不行 肯定是出事了 我下去看看 说完 抓住消防绳就要下去 刘天生大惊 赶紧又一次把他拉住 紧张无比地说道 杨索 不能下去呀 下面有毒 那些工人掉下去就晕倒了 连小雪下去都昏过去了 你下去没有任何作用呀 可我是警察 眼见吴凡下去那么久了 还没有任何的动静 我不管他怎么行 可惜没有带防毒面具下来 杨汝柳一脸的懊恼 还是再等等吧 刘天生安慰道 虽然他自己也急得不行 但是也不能贸然下去呀 他相信 不管是自己还是杨汝柳 在山洞里的生存能力 肯定不如吴凡 吴凡可是百毒不清之人 就是眼镜蛇咬了他 都只有眼镜蛇死 他却一点事都没有 何况之前那些工人中毒 是那么清楚的事情 有了 有了 杨汝柳指着吴凡挑过来的 两个木桶说道 你们说那些工人 就是用桶里的药水解毒的 不如我喝一碗下去 或许就不会中毒了 说完 他在刘天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就直接把桶里剩下的 一些药水喝了下去 不要 不要去 刘天生紧紧地拉着他 你要是出了一点什么事 我如何向杨大叔交代呀 你再等一下吧 我不能不管吴凡的 如果他死在了里面 我情愿陪着他死在里面 不能让他孤单一个人走 如果他能活着 就算我出事了 他也一定能治好我的 不用担心 让我下去 杨汝柳瞪着 刘天生叫了一句 并且他使劲一甩 就把刘天生的手甩开了 杨索 杨索 一屁股坐在地下的 刘天生起来还要劝阻时 杨汝柳已经拉着消防绳 直接滑下去了 哎呀 怎么办呀 刘天生一脸的无奈 旁边几个年纪大的村民 也是感动的眼眶都红了 说道 杨索真是一个好人呀 为了吴凡 连自己的命都不顾了 要是所有的警察 都像他一样就好了 但愿他喝得要有效 但愿吴凡没事呀 否则 刘天生担心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没事呀 吓到底的杨汝柳 除了感觉到双脚似乎踩在泥浆上 并没有预料中的两眼一黑 心里不惊一喜 看来刚才那碗药确实有效果 吴凡 吴凡 松开绳子 走出泥潭时 杨汝柳大叫了起来 不过 里面没有任何的回音 此时此刻的吴凡还在另一头呢 是不是吴凡晕过去了 他不是百毒不清吗 杨汝柳急了 不过眼前一片黑暗 他也无能为力 这时他想到了手机 赶紧把手机自带的电筒打开了 顿时就照亮了眼前一片地方 吴凡 吴凡 杨汝柳一边寻找 一边呼叫着 当走了一圈都没有看见吴凡 又感受到了丝丝阴气时 杨汝柳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 在这个地下世界 真的就像是到了阴曹地府一般 不过 为了找到吴凡 哪怕是死的 也要把他带出去 这种信念强烈地支撑着他 就在这时 对面一道亮光射了过来 杨汝柳马上猜到了是吴凡回来了 于是惊喜地叫了起来 谁呀 谁在里面 吴凡一时之间 确实没有听出是杨汝柳的声音 不过内心却还是非常震惊 怎么还有人能下来 不是洞中气体有毒吗 是搞来了防毒面具 吴凡 吴凡 是我呀 刘姐 杨汝柳自爆家门 很快 吴凡就冲了过来 你怎么下来了 谁让你下来的 吴凡在紧张之中 口气有些生硬地问道 我 我担心你呀 你都两个小时没有上去 杨汝柳弱弱地解释道 你不怕死呀 这山洞中的气体有毒呢 吴凡的语气还是有一些不太友好 他脸色焦红 撅着嘴 狠狠地瞪着吴凡 吴凡心中一震 马上醒悟过来 自己这样说人家 似乎确实不太友好 于是赶紧说道 我也不是责备你 而是担心你出事 对不起了 杨汝柳没有说什么 而是瞪着他 瞪着他 这眼神让吴凡都有一些不安 看来他是实在太生气了呀 不过 就在他坠坠不安时 杨汝柳却又笑了 走到他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好了 我又不是真的怪你 别放在心上 对了 刘姐 你怎么下来了 这洞里有毒气呀 怎么你没有晕倒呢 无法马上转移了话题 我估计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我喝了 你给那些工人喝的解药 或许起了预防的作用 另外一个原因 很有可能是随着洞口的打开 那些浴基在山洞里的 有毒气体散发出去了 所以我就没事 杨汝柳仔细地分析道 对 很有可能是第二个原因 我也没有闻到那种有毒气体的味道了 太好了 刘姐 我们上去吧 吴凡笑了笑 这个山洞太漂亮了 我还想再看看 可以吗 杨汝柳却一脸的期待 以后有的是机会 刘姐 你看这是什么 吴凡一边说着 一边从口袋里掏了一个东西出来 金光灿灿的 不会是黄金吧 杨汝柳接过那个东西 看了看后 兴奋地问道 只见那个东西小手指大小 通体金黄色 呈多面形状 棱角分明 在手电光的照射下 发出璀璨的光芒 特别得好看 对 对 我就怀疑是黄金 里面有一个地方很多 是不是发现金矿了 哈哈吴凡高兴的大笑 很多 金矿 快带我去看一看 远吗 杨汝柳也是顿时更好 更加激动了 不远 就在前面 在主洞中 有一个看上去隐蔽的小山洞 我也是回来时无意间发现的 然后进去 就看见似乎有开采过的痕迹 然后在一个坑里面 就看见了这些东西 我只带了一个出来 我现在带你去看看 说完 吴凡就马上走在了前面 等一下 杨汝柳却叫了一句 怎么了 吴凡有些紧张的回头问道 我一个人在后面害怕 也看不清路呀 你一定要等着我 我们并排走 杨汝柳有些物色下看下看 然后小跑着追上她 和她并肩而行 好吧 吴凡还能说什么呢 虽然并肩走偶尔会碰到对方 但是也没有办法 一个女孩子走在后面 确实是有一些害怕的 在路上 吴凡还把在最里面发现了 有人生活痕迹的事情 告诉了杨汝柳 杨汝柳听了之后分析道 照你这样说 或许在哪个朝代 这里发现了金矿 于是朝廷来开采了 后来又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开采了 并且把洞口封住 所以再没有人发现 是 我也怀疑有这种可能 哪里能查到这方面的资料吗 嗯 我去档案局看看 或许县制里面有记载呢 先看看实地再说吧 杨汝柳想着以自己的身份 要调阅档案局的一些材料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于是就说道 对了 吴凡 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 不知道会不会和这里有关 是吧 是什么故事 你说来听听 吴凡非常好奇 一脸的期待 是这样的 传说在明朝左右 我们天水县发生了大地震 一下子死了几万人 也就是差不多一半 而且几乎家家的房子都倒了 那里官府财力有限 于县府上报后 层层上报 最后报告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怎么说呀 吴凡有些迫不及待的 打断了杨汝柳的讲述 别挤呀 听我慢慢讲来 杨汝柳干脆停了下来 靠在一场外石头上说道 后来皇帝收到了奏责 考虑到国库亏空 于是就下了命令 派了一个王爷 带着一队人员到天水县来 目的就是要勘查 看能不能找到矿产 这样开发出来 一来可以拯救处于 水深火热的天水百姓 二来若有结余 也可以上缴国库 一举两得呀 那个王爷肯定是勘查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就在这时开采了金矿 不 传说那个王爷是发现了金矿 但是却没有上报 死刺开挖 中宝私囊了 后来死得很惨 也正因为他没有上报 所以政府根本不知道天水有矿产 史书也就没有记载 这是传说 不知道真假 杨如柳摊开双手 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哦 那以后再查吧 也去看看 又走了十几米后 吴凡指着旁边一条 有五米高左右的大石笋柱说道 这里就是 杨如柳看了一下 果然在石笋后面隐隐约约的有一条路 他非常惊讶地说道 这也太隐蔽了吧 他的小心脏砰砰直跳 这是他第一次在山洞里面那么紧张 都是因为对黄金的期待 不过进去之后 却突然有一种豁然开凉的感觉 只见里面像是一个小客厅 有十几个平方那么大 而这里 没有石笋 洞壁也是非常不整齐 用手电照过去 洞壁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肉眼可见呀 这就是黄金 杨如柳上前抚摸着洞壁上发光的石头 兴奋地说道 是啊 要真是黄金 我们就发财了 哈哈 吴凡同样高兴 嗯 吴凡呀 杨如柳从地下捡起一粒黄色石头 观察了一番后说道 我敢断定 这是黄金 只是不知道里面有多少 为什么当时的人没有挖光它 等一下 吴凡说完就把手贴在了洞壁上面 像是在把麦一样 微闭着眼睛 对于杨如柳来说 只是看见他手贴在那里而已 似乎是非常普通的动作 但是吴凡却清楚地感觉到了 里面有微弱的麦动传来 和手上的黄金是一样的 任何的物体其实都有生命力的 只是一般的人感受不到 所以觉得石头这些都是死物 但是吴凡却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的气息 几分钟后 吴凡才松开手 一脸的笑容 这时杨如柳才敢开口 笑道 你这是在给石头把麦 看一下有没有黄金吗 对 吴凡这一次可是一点都不谦虚 世上的万物都有自己的属性 有自己的气息 黄金和其他石头的气息是不一样的 我感受到了这里面进去至少十几米 都有一股强烈的黄金气息 所以基本可以断定 这个金矿的矿麦还是存在的 哈哈 太好了 你们桃园村想不发财都难了 这一颗黄金就能卖两百多元呢 杨如柳特别得兴奋 是啊 是啊 拿几颗去找人检验一下 吴凡一边说着 一边又捡起了几颗地下的黄金 两个人随后一边欣赏美丽的石笋 一边往外面走 吴凡 你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再没有人尽兴地陪我喝酒了呢 当看见吴凡终于爬出洞口时 刘天生激动得像是一个孩子 其他几个年纪大村民也是一脸激动 上前拉着吴凡的手 手都颤抖不已 太好了 杨索呢 他在下面 我待会拉他上来 吴凡说了一句 然后就把绳子拉起来 把自己身上的装备取下来 用绳子掉下去 几分钟后 杨如柳就上来了 你没有晕倒 看见杨如柳完好无损 而且清醒地爬上来了 刘天生在高兴之时也是非常的好奇 你是不是想看见我晕倒呀 这老刘 杨如柳开了一句玩笑 不 不 你是所长呢 我怎么敢这样想 我就是 在想那些人包括小雪下去都晕倒了 你却没有晕倒 是吴凡的神要起了作用吧 刘天生赶紧解释道 虽然他也知道杨如柳是在开玩笑 但却本能地要解释一下 我刚才在下面和吴凡讨论了一下 可能是因为洞口大开 下面的有毒气体慢慢上升 散发出去 所以就算下面还有一些有毒气体 也已经不能让人中毒晕倒了 啊 这样呀 杨索 吴凡 我是不是也能下去看看呢 我真的是特别的好奇 这山洞里会是怎么样的 吴凡你怎么在下面待了两个小时呢 刘天生非常激动 看着洞口说道 发财了 天生疏 我们桃园村要发财了 哈哈 吴凡忍不住兴奋地说道 啊 发什么财了 这是藏宝洞 刘天生和几个村民好奇地看着吴凡 他们一个个都脸色通红 眼神明亮 显然是听说要发财了就高兴 吴凡说道 这个山洞下去有一百米左右深 垂直下去的 是一个大洞 有上百个平方 但是洞口里面还有洞 大概有十公里的路程程程度 全程都是非常漂亮的钟乳石 对了 还有一条地下河 太漂亮了 只要稍微开发一下 一定是最好的旅游景点 你说我们就是光卖门票 一年收入也不会少呀 这不是发财了吗 是吧 真的的 刘天生更加激动 那我要下去看看 现在就下去 行吗 可以 你是村长 这是桃园村里面的事情 你当然有权知道 杨如柳非常肯定地说道 在说完之后 他就看着吴凡 显然是说到底能不能下去 还是你说了算 天生书 你要下去 当然可以 毕竟以后的规划 还要你这个村长做 这样吧 我们先把你放下去 然后我再下去 要是你有什么不是 可以及时让你上来 如果没有什么不是 我就带着你看一看里面美丽的钟乳石 怎么样 行 吴凡 反正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你说怎么一样就怎么样 刘天生到也是非常干脆 几分钟后 刘天生在吴凡的帮助下来到了山洞底 当他看见那奇形怪状 带是非常漂亮的石笋时 惊喜地大叫 我的天呀 真没有想到 在我们桃园村的地底下 居然还藏着那么漂亮的东西 太神奇了 我以为除了泥巴 就是灰不溜秋的石头呢 在刘天生还在感慨万千石 吴凡想了想说道 天生书 还有一件大事要告诉你 目前只是我们几个人知道就行 我知道 你说吧 什么事 什么事能让别人知道 什么事只有我们知道 我还是心中有数的 刘天生大大咧咧地说道 那是我多疑了 吴凡倒有一些难为情 不 不 你这是善意地提醒 应该的 应该的 是我太自负了 吴凡 咱俩就别客气了 直接说吧 是这样的 天生书呀 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金矿 吴凡简单地把发现金矿的事情告诉了刘天生 并且马上带着非常震惊的他来到了金矿所在地 天呀 天呀 这是老天爷开眼了吧 给我们桃园村送财富来了 看着那闪着金光的黄色物体 刘天生兴奋地大叫 他从来没有想过 在桃园村的地底下 不但有神奇漂亮的钟乳石 居然还有黄金 就算没有吃过猪肉 也还是看过猪在跑的 刘天生当然知道黄金的价值 一刻就能卖个两百元钱呢 这整个里面都是 得卖多少钱呀 走吧 我们想办法 把开采权拿到手 吴凡说道 可是 我们无权无势呀 听说取得矿场开采权的不是有钱人 就是有权人 恐怕轮不到我们吧 刘天生还是有一些垂头丧气 事在人为吧 先回去 到时候再想办法 行 走吧 刘天生有些舍不得的 看了一眼那个黄金矿脉 然后还在地下捡起两颗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看见他们上来了 杨如刘总算松了一口气 现在这里怎么处理呢 你们也看了里面 要防止有人进去破坏 同时也要防止有人摔下去呀 他指着洞口问两人 吴凡 你说呢 村长刘天生看着吴凡道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反正一切听你的 吴凡想了想到 等一下我让吴小辉过来守着 然后我和天生书砍一些树来 先把洞口封住 再商量一下怎么办 耳水泥路就绕一个弯吧 行 就听你的吧 刘天生点了点头 那好 我打电话给吴小辉 吴凡说道 在打完电话后 他把救援绳收起来 交给刘天生说道 这绳子和手电等先放村委会吧 免得有人想下去 天生书 我看晚上你召集大家开一个会吧 看一下大家的意见 同不同意开发这个山洞来做旅游 好呀 好呀 等晚上大家种黑心莲回来 我就广播通知 那行 我们回去吧 我也要去洗澡换衣服了 吴凡说完挑起那淡水桶 朝阳如柳使了一个颜色 几个人就往家里走去 看见吴凡和阳如柳回来了 杨令夜和吴大海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们已经听小雪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知道吴凡没事 修路的工人也没事 就算是放下心来了 不过只有看见吴凡回来 才算是彻底的放心 爷爷 大叔 杨如柳很开心的打招呼 然后上前搂着杨令夜的肩膀 娇笑道 爷爷 你在这里过得像神仙呀 都好久没有回家了吧 我回什么家 我已经把这里当家了 这桃园村太漂亮了 除了生活上有些许的不方便 已经是人间天堂了 杨令夜有些夸张的笑道 十几分钟之后 吴凡洗完澡出来 对父亲和杨令夜说道 我去和天生书把洞口先封起来 免得又有人掉下去 去吧 注意安全呀 吴大海叮嘱道 爷爷 我和吴凡一起下去 锁里还有一个案子等着处理 下次再来陪你 杨如柳健壮也和他们告别 他就喜欢和吴凡在一起 哪怕什么都不做 只是默默地走路 也是人生中最幸福的一件事 好 年轻人 工作和事业第一 爷爷在这里有小雪 还有林音和小蝶整天陪着呢 不孤单 很快乐 杨令夜开心地挥了挥手 他说的并不是客气话 事实上 他已经把吴凡当成孙子了 把那几个女孩子当孙女 在这里确实过得挺充实的 让胡大侠送你下去吧 吴凡和杨如柳离开院子后 担心他一个人的安危 所以主动提了出来 行呀 说句实话 我是不累的 但是要赶时间 还有案子在等着 好 吴凡于是连叫了三声 胡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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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音刚落 母老虎就呼啸而来 冲到吴凡的脚边 抬头看着他 显得非常的温顺 好了 你送刘姐到路口去 他的警车停在那里呢 吴凡摸着母老虎的脑袋说道 母老虎点了点头 然后杨如柳就坐了上去 很快 母老虎就驮着杨如柳离去 吴凡随即来到了山洞的地方 只见村长刘天生 已经在附近砍了不少的树 并且开始在背过来了 天生书 辛苦了 让你一个人在这里砍树 吴凡上前打招呼 然后赶紧一起背树 没事 我反正是一个老农民 做这些事情都习惯了 刘天生一脸的不在乎 吴凡力气非常大 加上一直在边上 守着的治安员 吴小辉 也一起来搬 所以很快就把二十几根树 从山上搬到了洞口 几个人把树木横在了洞口 然后上面铺上了泥巴 人站在上面非常的结实 根本不用再担心会掉下去了 好了 看着被封住的洞口 吴凡在上面堕了堕 非常的满意 说到 晚上开会看一下大家的意思 如果能开发的话 这个山洞很快就能重见天日 对 吴凡 走 到我家里去 你审慎 中午把菜切好了 我去炒菜 等他种黑心莲回来就能吃饭了 我也叫了赵菊 他也会一起来 刘天生也是很高兴 洞口封好了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呀 行呀 那就走吧 回到刘天生的家里 吴凡一边帮忙烧火 一边和炒菜的刘天生商量道 天生书呀 我们桃园村的人过惯了清静 宜然自得的山村生活 可能不习惯太多外来人进村 所以今晚可能会有人反对 要是村民反对开发山洞的话 你要多开导一下 一个村子就像一个国家一样 闭关自首是没有什么发展的 一定要开放 要迎接外来人 才能赚到钱 对 对 吴凡 你这个提得很好 就像冰冰那些修路工人刚来时 也有村民担心 会扰乱自己平静的生活 还担心种的菜 养的鸡鸭被他们偷 可事实证明 他们是多虑了 这些工人很好呀 每天就是修路 回到村里就在学校 也不会去别人家里 放心吧 这个包在我身上 刘天生非常自信地说道 行 行 只要大家都同意了 我们明天就去电视上说那个妖孽洞参观学习一下 好呀 好呀 我也是这样想的 刘天生听了更加两眼放光 哇 好香呀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了赵永乐的声音 赵菊 你们回来了 我老婆子呢 刘天生见赵永乐进到厨房来了 很高兴地打招呼 哦 他放心不下你们家的母猪 说是过几天就要生了 所以一回来就猪圈那里看去了 赵永乐笑嘻嘻地说道 一边和吴凡打了招呼 好 我菜也炒好了 吴凡 你帮我端出去 我去村委先播报一下通告 刘天生把最后一个菜上碗后 取下围裙说道 行 行 我们来 你去吧 吴凡和赵永乐同时应道 刘天生几乎是小跑着过去的 不到五分钟 村里的广播就响起了花鼓戏的声音 村民听见花鼓戏的声音 就知道有事情了 于是一个个竖起耳朵 各位村民 今天那个山洞呀 吴凡后来下去探查过了 我也下去了 里面居然非常漂亮 有很多很多的钟乳石 而且洞非常长 大约有十公里 一直可以走下去 非常的壮观 吴凡的意思是 要把这个山洞开发成景区 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请大家都到村委会来开一个会议 大家讨论一下 刘天生非常干脆的说道 桃园村的村民一般都很少出村 最多的也就去去乡里和镇里 出现的人都没有几个 所以完全不知道钟乳石是什么东西 听了村长的广播后 一个个面面相觑 都在彼此打听 什么叫钟乳石呀 是不是像牛奶一样的东西呢 还好 再过两个小时就能见到吴凡和村长 他们亲自下去看过了 可以让他们解释一下 晚上的八点 刘天生和赵永乐都喝得有了七八成醉了 脸色通红 走路都有一些东摇西晃了 等在村委会门口的村民 见他们那么样子 忍不住笑道 天生呀 你这是又灌了几两猫尿了 走路都走不稳了 你们放心 我酒醉心定 会把事情安排好的 刘天生瞪了那个村民一眼 哈哈大笑地说道 我看你是见吴凡酒量好 反正想着什么是有吴凡顶着 所以才放心地喝吧 输呀 这话你说对了 有了吴凡 我这个村长就不那么重要了 他比我厉害 他说了 这个山洞要是开发出来了 每个村民一年分红就不少钱 哈哈 来 来 谈正事了 大家都谈谈 山洞要不要开发 刘天生果然是撒醉心定 自然地就把话题转移到了正题 天生呀 你得把山洞的基本上情况告诉大家呀 还有那什么中乳食有没有营养 好不好喝呀 李小平大叫道 不过 旁边的李小林却赶紧扯了一下他的手 非常难为情地说道 爸 不懂就别乱说话 丢人呀 中乳食不是可以喝的 而是山洞中 上面滴水 成年累月 历经几万年才形成了一些 奇形怪状的石头 啊 不是喝的呀 我听说是中乳食 以为像牛奶一样呢 牛奶就叫牛乳呀 呵呵 李小平尴尬地挠了挠头 吴凡自然也听见了 忍不住笑了笑后 马上就明白了 桃园村的人几乎都没有出过村庄 哪知道什么叫中乳食呢 甚至连旅游 是什么也搞不清呀 www gpio g 于是他小声问刘天生 天生书呀 你看的是哪一个台呀 把电视打开 看一下现在会不会播那个广告 给大家看一眼就明白了 对 对 有道理 刘天生连连点头 然后马上就去操作了 当时那些人为了给吴凡赔罪 给桃园村民每家安装大电视时 刘天生就让他们把村委的电视安装 在村委淋不到雨的外墙 平时可以让有时间的村民过来看看 大家围在一起看看电视 也能凝聚一些人气 让村民感觉到温暖 电视打开后 正是临省的电视台卫视频道 村民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台我们都很少看 会放和山洞有关的东西吗 能看到那什么中乳食吗 当时正是电视剧时间 大家也知道了 广告要在一集电视剧播放完时才有 中间不能插播广告 这两天村民有时间就盯在电视面前 也算是过了电视影 对电视的播放也有了一些经验 所以大家都摒弃宁神 伸长脖子盯着电视 就等着出现中乳食的两面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 当到了八点半时 广告时间开始了 妖孽洞 天下第一洞 国家风景名胜区 4A级景点 地处西广省东南 第一条广告就是妖孽洞 哇 这么漂亮呀 太好看呀 做梦都想不到 这泥土下 居然还埋着有那么漂亮的地方 太震撼了 要是能去这样的地方看一看 少活几年也行呀 真是没有想到 大千世界 还真是无奇不有呀 我们的那个山洞有这么漂亮吗 看了这个几分钟长的专题广告后 现场一片沸腾 大家都在兴奋地议论着 一个个两眼发亮 充满了期待 再过了几分钟 待大家的议论稍微平息一会后 刘天生才笑着问道 这个什么妖孽洞漂亮吗 漂亮 漂亮 村长 我们村的这个山洞 是不是有这个一半漂亮呀 要有十分之一漂亮都可以马上开发 我真想马上下去看看 村长 别讨论了 赶紧开发呀 这么漂亮的地方 不能让他一直沉睡在地下 刘天生的一句话 就引得了村民热烈的回应 这么说 你们都同意开发这个山洞了 我提醒一句 一旦开发了山洞 我们桃园村可能也如同 这个妖孽洞锁在地一样 游人如济 几百年来的平静就要被打破 你们能适应吗 放心吧 只要有钱赚 只要他们不冒犯我们 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呢 再说我们有无凡呀 他会保护我们的 游客也不能对我们怎么样 是吗 李小平大声地说道 对 对 游客也要遵守当地的 村规名曰的 我相信有无凡在 我们肯定又能赚钱 又过得同样的安定 开发吧 林美玉的公共吴天国 也是非常激动的喊道 刘天生看了一眼 坐在旁边 一直没有说话的吴凡 意思很明显 现在你来说了吧 吴凡清了清嗓子 说道 是这样的啊 既然大家的意思是 都同意开发了 那接下来就有这样的问题 一是怎么开发 怎么管理 哪里来收入 收入如何分配 吴凡 反正我们知道 你一心为了桃源村民 这样吧 一切的一切 都交给你和村长去安排 我们一切听你的 最不会坑我们的就是你 我们对你绝对放心 吴天国激动的老脸通红的叫道 对 对 吴凡 一切你说了算 我们完全听你的 其他的村民都附和道 谢谢 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吴凡对大家抱了抱拳 他感动的眼眶都有一些红红的 真没有想到 自己只是为村民做了一点点事 村民就如此信任自己 桃源村的村民实在是太淳朴了 稳定一下情绪后 他说道 是这样的啊 我一直有开发桃源村的旅游资源的想法 包括你家三姐妹现在做的事 也是在为旅游准备 比如空中飞行器和高空轨道 所以我想在我们的桃源实业公司下面 成立一个旅游公司 来整合推广我们的旅游项目 所有的村民按人口入股 所有的成本由公司支出 纯利润的50%留下 给公司做后续发展的资金 其他的就当成红利分给村民 大家觉得可以吗 你就是说像药材基地一样吧 当时你也是说不付村子租金 但是让每个村民入股 然后纯利润的50%用来分红 村里的会计大声地问了一句 所有的村民都看着无凡 显然心中有着同样的疑问 对 对 和药材基地是一样的 凡是要用到村里的资源的话 那些资源就当是全民入股 这样大家就能分享到公司成长的红利 吴凡说的非常肯定 好 好 我们同意 同意 太好了 会计率先表态 对 对 我们都同意 只要是吴凡你搞的项目 我们相信都有钱赚 对呀 再说呢 就算不赚钱 我们也不亏什么 相反 吴凡可是做出了前期大量的投入 这就等于是送钱给我们呀 行 吴凡 你和村长商量好了 告诉我们结果 我们无论如何都会同意 村长几十年来一心为了村民 你虽然年轻 但是心里也是一直装着我们村民 我们心中有数 你们放心大胆的地去干 我们都支持你 村民热烈地喊道 吴凡见村民都同意了 于是小声地跟刘天生说道 天生输呀 既然大家都同意了 我想组织部分村民明天去妖孽洞参观一下 你觉得呢 吴凡 大家都说了 你决定的事就听你的 你自己安排吧 不过说实话 我真想去看看 刘天生笑呵呵地说道 行 行 吴凡随即向大家压了压手 示意大家冷静一点 在大家一脸好奇地看着他时 他清了清嗓子 说道 为了让大家对开发桃园洞 对了 这个山洞是我们桃园村的 以后就叫桃园洞了 为了让大家对开发桃园洞有信心 我和天生输商量了一下 明天由公司出钱组织桃园村的村民 去妖孽洞参观一下 要是愿意去的 待会就在小林那里报个名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剧集顺序开启下一集